之前有民眾在家說去郵州想買蠔拿湯 算讓郵州說一塊要穿五塊 主管這個郵州是好人 不過接下來就一定有出來 相關黨員現在都要來調查 今天郵州是出民會系列 公調說不斷開也不發給 主要這樣說是願望這個民眾 可以不要再亂說買蠔拿湯 中國郵政軍跟前台團車 貼球有要出現欠火 但是代表這間郵州被表出吃普拉湯 要賣給民眾穿五 他說不行 要就是一千五 他沒辦法漲價賣這樣 之前錄音棟 郵州公會專任會發現 確實有企業進行 以後一早 這就只剩下郵州也公開會系列 表示郵州其實不扣准會看穿五 是希望民眾必然立體 人深感不安 再次呢 向這位消費者及社會大眾來致歉 因為這案件看起來 公平夠熱門 到時候 衛生局跟小博哥 一早就去郵州調出郵聘 政會紀錄這些資料 了解深受違規的事情 全國郵州公會 約會經濟消費會議 過去在這個時間 沒有老實有書做出販 要把當事人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 並且我們會再收集相關的佐證 移送藥師懲戒委員會 最終會把他的藥師執照匯除 如果有維含公平交易法的 劃緩金額是比較高的 所以應該會要去適用公平交易法 而不是適用僑保法來處罰 這件郵州在去關門 但是沒有營業 雖然郵書已經會失禮 不過經濟郵書法的規定 那衛生局調查處是 天蓋風秀相當的會計郵書 競書 應該說到名字到共同地點 那有機械的情形 可能探索公平的 公平的公共法第15條 營出五萬到二千五百萬的 記者綜合報道